这次巴黎奥运会是新规则下的第一次奥运会 然后呢也是对于每个队伍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 然后也是非常好的机遇 然后我们这次也是做足了我们的准备 然后呢在家里扎实的训练 然后所有的困难我觉得我们都在家里克服了 所以说我们再次来到巴黎赛场上 我们就尽情的展现自己 然后最终的表现和成绩我们都还挺满意的 首先新规则的改变之后其实难度更加量化了 所以对运动员的各方面的要求也变得更加高 所以呢这次同时还要兼顾集体和双人两个项目 压力还是很大的 集体项目大家能够团结在一块 然后前两项拉开了比较大的分叉之后 我觉得给大家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然后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所以集体项目大家都非常完美的表现了 那双人项目呢其实竞争会更加大一些 因为双人运动员其实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吧 其实都是天才之间的竞争 其实教练也好领导也好 还是鼓励我们能够做好自己 把自己的完成质量和完成分打 打上去之后我们还是有这个希望的吧和实力 然后所以我们在最后一阵的比赛也是顶住了压力 然后把所有的信心也好压力也好 全部都转化为动力 在最后一场很好的释放出来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